精致的服装 整齐的动作 这些是家长孩子 守备三个月的优异成果 马来西亚吉隆坡慈激社区 亲子课程结业典礼上 54位学员家长和孩子 共同演绎佛典故事 从中学习精妙智慧 现在的网络世界 就是一个事情出来的时候 并不是它表面看起来的 可能它后面还有很多原因 用我们的智慧去分析 然后才去决定要如何做 以前这么不发达的时代 佛陀他已经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是要跟佛陀来学习 双心家庭陪伴孩子的时间 被工作占据 藉由参加社区亲子课程 和孩子共度有品质的时光 因此爸爸妈妈减少个人娱乐 却增加了亲子互动的机会 每次排练的时候 要聚集完整的人数都很难 我们团队的也是尽量加班过后 就上线讨论策划 还有准备录影 都是为了见证亲子观 和慈少学员们在这一年里的成长 邱慧欣身为教育工作者 但育儿路上她跌跌撞撞 她最初抱着想要改变孩子情绪问题 而报名课程 后来她发现解决困局的关键在自己手上 当妈妈看到孩子不对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的反应就是很凶 但是过后你一定要先把你自己的情绪先放下 孩子就不会感觉到特别敏感觉的妈妈很紧张 或者是妈妈很无理 我妈妈改变了 这样我就尝试改变 她改变她的教育方式 就是以前就通常打骂我打骂我 现在已经换成不同了 她慢慢讲给我听 解释给我听 没有认识和道德 育儿没有方程式 只有新程式 在家长缺席的情况下 出现裂痕的亲子关系 是不会自动修复的 麦大爱 陈金香和永康 陈友福 吉隆坡报导